摸摸艾米,摸摸咕噜 咕噜咕噜 咕噜你好 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等你呀 又到了我们的 发自然小课堂 小旅行家们准备好了吗 嗯,去拍新照片了 咕噜咕噜 出发 你们看 天上堆满了乌云 太阳也悄悄躲了起来 你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嗯,是要下雨了 对不对 没错 每当要下雨的时候 天气就会变得阴暗 有时还会刮风 看到这种情况 最好就不要出门咯 艾米不喜欢下雨 都拍不了照片了 咕噜 下雨天不能出去玩 的确很扫兴 但是不下雨 可要出大问题哦 哦,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雨水 河流 湖泊 和地下水 都会消失 这样 动物们可就喝不到水了 咕噜 还有小花 小草和大树 它们也需要喝水 农民伯伯的庄稼也是 下雨 下雨就是在给它们浇水呢 哦 原来下雨也有好处呀 好处可不止这些哦 下雨可以把空气里的灰尘 冲洗掉 还能降低温度 你们有没有觉得 雨后的空气特别清新 真的耶 下过雨之后 也特别圆快 其实 雨水还有一小厉害的本领哦 看 哇 天上出彩虹了 那可是雨水的功劳哦 哦 雨水怎么变出彩虹呢 阳光看起来是白色 其实 里面藏着七种颜色 下雨之后啊 阳光照在空气中的小雨滴上 雨水就把这七种颜色分开来 变成了一道彩虹 哇 雨水真的好神奇啊 可不是嘛 现在不讨厌下雨了吧 下了雨 我们才能看到彩虹 下雨天真好 下次下雨 小朋友们也可以看看 有没有彩虹哦 好了 来回答这次的问题吧 请问 彩虹和哪一种天气有关系呢 A 晴天 B 下雨 C 刮风 我知道了 是B 下雨 答对了 艾米 下雨之后 阳光穿过小水滴 就形成了彩虹 小朋友们 你答对了吗 哦 我们的小旅行家 今天拍了什么样的照片呀 你们看 你们看 咕噜 这是艾米拍的 哇 艾米拍的真好 咕噜咕噜 咕噜的照片也很有意思 又收集到新照片啦 咕噜咕噜 我们下次去看什么呢 想知道的话 记得回来收看我们下一集大自然小课堂哦 好 再见 再见